请我的同事就是陪我骑车 才慢慢的绕路回家 一头长发身材瘦弱的女妖师 一想起这一年多来 受到了跟踪骚扰 精神折磨 从她战斗微弱的声音里 都还听得出害怕 提心吊胆的一上班一整天 所以回到家真的 就是精神会很不好 女妖师控诉 她和在私立中学任教的男老师 在郊游网站上认识 双方只局限于在线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没想到男老师却突然展开 疯狂求爱行动 不但天天到她上班的地方 抱到站岗 还会用深情的眼神紧盯 又或是塞纸条写情书 内容肉麻露骨 而最令女妖师害怕的就是 男老师还会跟踪她回家 疯狂行为已经超过一年 而被指控的男老师就是她 50多岁未婚 曾经获得优良教师奖 上郊游网站寻找真爱 苦苦追求却被指控骚扰 不知道她那时候跟踪我 跟到哪个地方 我就是亲娘回到家 我就几乎不出门了 拿出男老师写的情书 女妖师说 她跟对方根本没有面对面聊过天 她却亲密的喊她宝贝 甚至不隐瞒自己跟踪的事实 问她一个人怕不怕寂寞 还说请放心 你平常的穿着 引不起我的欲望和邪念 只有你打扮很性感时 引诱我才有可能 最后更大胆诉说爱意 直指女妖师就是她的空气 水不看你会更难受 最后署名怪老公 对于女妖师的控诉 男老师神隐 只有任职的学校代为回应 强调已经组成调查小组调查 并告诫男老师 不要再去站岗了 接着赖冠章 蔡霜吉章行 台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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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